水保局南投分局带来规划设计图 来向行政院中办 现议员王秋淑以及在地居民 说明柴桥头野兮的整治工程做法 强调加上气食 注重的是天然的工法 我们水保局在做这些工程 其实都会考量到安全 当然也要考量到生态 那因为这边的条件是适合的 它有足够的石头可以让我们做气食 所以我们在顾问公司它的计算下面 它是安全的 然后我们也符合生态的方式 做这样的设计 那之后地主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是尽量跟我们的营造 或者是我们的建造公司去做一个沟通 太久头这个棟角这个所在都是山坡地 所以一般也落大核的时候 这些鸭架落水就很大 都会冲刷到我们的旁边的餐厅 让我们的地主都非常烦恼 野兮的整治对于当地的水土保持 是很重要的关键 当地居民是很感谢政府的重视 大核来都落在外 哪里带在那里 是 整个落到这样 不是说没办法这样 帮忙你们来帮我用一下 没做会落到整个土地都落到的 还有下面还有一个鸭在那里 怕去让沉的鸭都落了 下面还有一个鸭 尽情如果有家说这个鸭架也要帮他 他说要想说如果有装的时候要装作 先月王丘署感谢相关单位的用心 也期望会看后相关单位能够尽数来改善 这一厨来给我们蔡执行长来欢迎 请我们的水保救来给我们看后 今天我们的经费也落了 在我们三月车人要来开工 来做一个经历 让我们用我们最天人的气势的方式 来把这旁边来给他做一个防护 让我们这个鸭的水 可以顺向来烤 不然还去冲刷到我们的乡亲 我们的餐厅 让我们的乡亲 可以保佑他们的餐厅 可以更安全 让他们来这里做贪心 可以更好 非常感谢 期望在会看过后 相关单位能够尽数发包施工 改善地方长久以来的问题 记者邱平逸积极采访报道